解放军的战力有多强,吹屎般也能调打敌军。1962年在都龙桥地区,我军七名吹屎员巧用一兵计,全歼尹军整整一个营,让印方彻底胆寒。本期为大家讲述夏明武吹屎般背后的故事。 1962年10月20日,由于印军率先入侵我国,中印自卫反击战争最终爆发。 面对印军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,解放军一边奋力予以还击,一边用迂回穿插战术大胆齐袭,击溃了印军的两波攻势,迫使其不断后逃。 特别是在第二阶段的西山口邦迪拉反击作战中,我军葬自419部队,11师以及55师,以撂敌先机快速激动的方式,如同神兵天将一般包围并击溃了毫无准备的印军第四师。 在这之后,我军先后收复了西山口、德壤宗、邦迪拉等地,并计划展开对残余敌人的追击倾角行动。 然而,令谁也没有想到的是,在此次追击倾角作战中,竟然是一只仅有7人的吹屎斑,表现最受人注目。 按照前线指挥部的计划,我军需要以登卡威利、茶库、多龙桥、打龙宗的顺序,分别派兵进轿,但在我军进入多龙桥地区后,却发生了不小的麻烦。 原来,印军马德拉斯连队一营本该驻守在邦迪拉山的东侧,侧应主峰的印军主力。 然而,该营演见我军攻势迅猛而强悍,居然下得补古军令连夜丢下阵地资重,向后逃窜。 为了不受军事法庭的制裁,他们又突发奇想,将营队分为了数股,在后撤的途中边打边撤。 只是这种抵抗已象征性居多,并未对我军造成实质伤亡。 在接连翻了几座山岭后,累得气喘吁吁的他们终于停了下来,在战略要地多龙桥一带暂时修整, 妄图凭借山川之险抵挡住解放军,从而洗刷掉临阵脱头的耻辱。 只是他们的预想在一开始就已经埋下了失败的伏笔。 由于营长带头逃跑,此时营队内部已经没有了战心,大多数士兵只是得过且过,准备打几枪了事。 不仅如此,从修筑的作战攻势来看,他们也丝毫没有想要打仗的样子。 欠豪挖得坑坑洼洼不说,临时堡垒也大多是石头和泥土垒成的,摇摇欲坠。 这种悲观主义的气氛,等到11月20日,我军31团二营将士追击到桥头后更加强烈。 因为他们怎么也想象不到,解放军战士竟然能这么快就衔尾追来,这一下儿,悲观的气氛瞬间演变成了恐慌。 就在20日当晚,在营长的带头下,马德拉斯连队一营又制定好了逃跑计划,决定于第二天晚上趁夜逃跑。 然而,他们的企图早已被我军识破,当日晚上到凌晨,二营战士们已经通过超进道,实施战略大运回,摸到了敌军聚首的多龙桥南边,将其彻底包围。 到了第二天上午十点过,二营战士们按预定计划对印军展开了齐头猛空,本就没有战役的印军士兵突遭我军突袭更是军心大乱,他们慌不择路,一步继续向南突围,一步反而向着桥上冲去,想要突破我军的封锁,这种攻势无疑于自觉退路,只见一支只有七人的小队突然从桥边杀了出来,开始阻击印军。 而这正是班长夏明武率领的吹石班,原来吹石班本来在桥后为将士们准备着饭菜,瞧见我军守桥的兵力比较少,于是赶紧拿起枪前来支援。 而冲桥的印军看到我军还有增援,以为是事先埋伏好的部队,就等着他们上钩,于是纷纷四散逃离。 可是我军将士怎会让到手的鸭子飞走,他们从四面八方发起了冲锋,对印军发起了大总攻。 最终,印军二营的突围被打退,士兵们四散在各地被我军分割包围,而印军营长等将官见再战下去只有死路一条,于是向我军举白旗投降。 就这样,在我军吹尸般七名战士的骑袭,以及战士们英勇无畏的进攻下,印军多达二百四十一人的整整一个营,均被我军歼灭。 不仅如此,我军还缴获了包括枪弹、电子设备在内的,印军留下的大量资重,其中光是弹药就一点四万多发,足以见得印军其实毫无战意,没做什么抵抗。 有意思的是,虽然此次战绩如此辉煌,但我军却并没有付出巨大的战损,参战的二营将士中居然仅仅有三人受伤,印度军队如此作为,因能有不败之力。